你知道名人为什么喜欢吃拉面吗? 除了名人之外,火影中还有哪些角色对拉面情无独钟? 跟着吉西尔看火影,本期视频怎么就来到火影的世界? 结合火影的故事书来盘点一下我们熟悉的火影角色们特别的饮食喜好 首先便是咱们的主角,选过名人 众所周知,名人最喜欢吃的是一乐拉面 名人对一乐拉面,尤其是启动了大满味层叉烧拉面,可谓爱的深沉 而关于名人为什么喜欢拉面这一点,解释的角度也有非常之多 比方说从角色设定塑造角度来说 名人这个名字本身就代表了拉面里的名门卷 而一乐拉面也是作者艾门七时大学时期喜欢去的一家拉面店的名字 有作者丽嘉诚,名人喜欢吃拉面也是顺理成章的设定 而放到故事角度也可以划始回答这个问题 比方说名人的老师伊鲁卡,他最喜欢的食物也是一乐拉面 那么名人喜欢吃拉面也可能是因为伊鲁卡的影响 并且在火影的故事中,单凡名人要出任务或者出任务回来 基本都少不了让伊鲁卡老师请吃拉面的环节 在《斗志书》的作者亲自答中,艾门也曾经回复 伊鲁卡基本上一年时间就请名人吃了一百碗拉面 差不多是没三天就来一碗,这数量当然是恐怖如此 而在动画片尾曲中,则是通过伊鲁拉面老板收打大叔的视角 给出了另一种答案 收打大叔是从名人小时候起,便向名人释放善意的人 所以伊鲁拉面受到名人的喜爱也合乎情理 甚至我们从喜好遗传的角度都能解释这个问题 因为名人的妈妈熊和酒清奈最喜欢吃的也是拉面 只不过是盐味拉面 甚至我们看一下酒清奈的个性,喜好和兴趣 我们就能明白,什么叫有妻母必有妻子 当然顺道一提 名人最喜欢吃的食物,除了伊鲁拉面外,还有年糕红豆汤 这一点在故事中其实也有展现 在火影第二集,名人与木叶丸在小树林中谈话时 名人手中拿着的便是罐装的年糕红豆汤 而名人的小迷地木叶丸,他喜好的食物里也有拉面这一项 这不定也是因为名人的寻陶 反光名人他爸包括水门 水门最喜欢吃的食物,竟然是九星代做的料理 你说,这到底算是羞人爱呢? 还是算帕老婆的气管炎呢? 镜头转造机器般,与主播佐助最喜欢吃的食物则是柴鱼饭团和番茄 而在漫画里,也确实给过佐助吃饭团的镜头 此外非常戏剧的一点,在于佐助的好闺女佐兰娜 她最讨厌的食物就是番茄 因此在本人传的亲子日片 当佐助说要给佐兰娜买冰净番茄的时候 会被佐兰娜一脸嫌弃 这么多年,连自己的亲闺女喜欢吃啥都不知道 初识是丢人丢大法了 而虽然在当初的招呼龟象之战前 就给出过于主播幼和观世鬼胶去吃丸子的镜头 但是,在早期的斗志书和斗志书的设定中 于主播幼喜欢吃的只有海苔饭团和卷心菜 你看,这兄弟俩倒是都有吃饭团的偏好 而于主播幼喜欢吃甜食 是直到最后的正志书才给出的书面设定 不过佐助和卡尔西这俩人确实都讨厌吃甜食 因此在招呼龟象片和卡尔西暗部片 卡尔西三国玩正殿而不入的剧情 倒是也可以理解了 就是不知道佐助讨厌甜食 是不是故意为了和佑划行界限的操作 而在其他几个小强忍者那边 也有那么几个有特色的 当然其中丁次喜欢烧肉和零食这一点 就不用多说 丁次的食物喜好 怕是火影中除了名人之外最明显的了 甚至在早期林志书的摄影中 给丁次喜欢吃的薯片 都有过比较详细的安排 叫卡拉币洋芋片 是末叶村中大受欢迎的零食 再比方说 知乃喜欢吃的是生菜沙拉和冬瓜 并且讨厌味道强烈的东西 这喜好怕是被自己养的虫子传染的 养虫的这奶喜好像虫 那养狗的牙喜好像狗就不意外了 牙最喜欢吃的食物 便是沿牛肉片软骨这类肉食 并且讨厌没有嚼劲的东西 而她的妈妈穿绒爪 喜欢的都是菲力牛排 姐姐全种花 喜欢的都是鸡肉丸 你看 这一家子都是妥妥的肉食动物 天天喜欢的食物是肉包和芝麻丸子 这个喜好 也算是和她中国风的造型相应称 而阿凯和小李师徒 一个喜欢炒辣咖喱饭和咖喱乌龙面 一个喜欢中辣咖喱饭和咖喱炒饭 当然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师徒俩这辈子跟咖喱 真是有着不解之缘 而在动画的第157集 狂闷把命之咖喱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小李对这种辣味咖喱的喜爱 而辣味咖喱正好也是小鹰最讨厌的食物 所以说从饮食上 小鹰和小李也注定不可能走到一起了 而小鹰和初甜 两个人最喜欢吃的食物都有红豆汤圆 这倒是跟名人喜欢吃的年糕红豆汤 差不太多 不过估计他们再喜欢 那也没有红豆那么喜欢 时日今日 估计不少火影迷 对红豆变红薯一试 仍旧耿耿于怀 今日的童年女神之一 变成这般模样 换成谁都很难接受 不过红豆的变化 只是在火影前期 就已经立下了flag 在闭嘴中记录 红豆光中人考试的一顿 就吃了6730卡的食物 相当于成年女性 四甜的卡路里需求 吃了这么多高热量食物 难怪最后泡成那样 而说起相同或者相似的喜好 在木叶村 其实还有两个酒鬼 其一便是刚手 刚手好喝酒这一点 在火影中也算有色展示 三人片自来也和刚手相遇 便是在居酒屋 自来也去运营村之前 也是请刚手喝了顿酒 其二便是昔日红 但是人家昔日红就讲究很多 不光喜欢本土的烧酒 还喜欢福特加这样的洋酒 甚至人家的兴趣 就是晚上喝酒 放飞自我了属于是 而讲完了木叶村 咱们也可以看一下 其他阵营忍者的喜好 比方说英小最终的水月 他最喜欢吃的 便是像油烙乳 火冻之类的东西 并且还特别强调了 是饮用形态 这一点也与水月鬼灯一族的 特别体质契合 作为掌握水化之处的人者 那平常喜欢喝点啥 倒也不见得很奇怪 甚至在故事中也特别展示过 水月的身上就常备着一个水瓶 他没事也喜欢整两口 而大蛇丸最喜欢吃的食物 则是蛋 哎 这奶鸡成了虫的喜好 牙鸡成了狗的喜好 那大蛇丸喜欢吃蛋 莫非这只鸡成了蛇吃蛋的癖 相对而言 小组之中的鞋就极端多了 毕竟人家基本实现了机械飞升 作为人的部分 就光剩了个肉块改刀盒 甚至都不需要吃什么东西了 也就无所谓什么喜欢不喜欢了 而同样小组之中的爵 它的口味就恐怖了不少 因为爵喜欢吃的是有嚼劲的东西 结合漫画的表现 以及故事书记载的 爵向挑战的对手 是看起来有吃掉价值的人 那爵喜欢的这个有嚼劲的东西 到底是啥 就一目了然了 宣扬艺术就是爆炸的迪达拉 他最喜欢吃的是观众煮的番茄煲蛋 关于他的食物喜好 我特意去对照了一下日文原版 他的这个食物 执意过来 应该叫观众煮炸弹 或者观众煮爆炸 查了一下的话 应该也是鸡蛋的一种特别做法 不过观众煮爆炸这个名 确实也很齐克迪达拉炸弹狂人的人设 而干尸鬼胶的喜好 也很有个人风格 他喜欢的食物是虾和螃蟹 但是讨厌吃鱼翅 哎 喜欢吃海鲜 但是不喜欢吃同类 鬼胶 这都可以去到公益广告了 没有买卖 就没有杀汉 反观长门和小南 这俩人喜欢吃的食物 都是烤鱼 这一点 估计是过去 跟自来也一起时 留下的习惯了 并且青蛙三人小队的迷艳 他的兴趣就是钓鱼 估计也是跟自来也一起生活时 练成了生存技能 当然本期视频 同样也是挑了一些 有特色的角色来说 有了这份攻略 各位拿天 万一真的穿越到了火影的世界 也能依照这些角色喜好 投其所好 指不定也能混得风生水起 走向人生巅峰 各位如果对哪些提到的 或者没有提到的角色感兴趣 也可以发到评论区里 一起交流交流 好 讲到这里 元气的西斗回应 也就这么结束了 如果感觉神的内容还算不错 各位观众老爷 别忘了给个点赞关注 支持一下 这里是几期日 我要继续 为大家带来关于火影的 各类解析内容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